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采花扫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完美世界中 火灵二是最早出现的女主角 虽然身份不高 只是下届火国的一个公主而已 不过她跟十号的爱情故事 却感动了太多的疏迷 在十号刚出山的时候 火灵二就跟着十号冒险了 虽然过程有一些磨难 但两个人的感情却越来越好了 当十号被人追杀的时候 火灵二带着一只大军前来救她 本来是一个完美的美女救英雄的故事 可是十号一开口就是大胖子三个字 差点没把火灵二气死 好心来救她 可是非但没有得到感谢 反而被十号调戏了一番 后来火灵二慢慢习惯了胖子的称呼 两人的感情也开始有点暧昧 在圣皇宫的时候 火灵二觉醒血脉力量的时候 全身赤裸着 结果被十号看遍了全身 还动手动脚开游了一番 从那以后两个人心照不宣 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都有一丝憧憬 如果时间能定格在这一刻 或许火灵二会是幸福的 随着十号越来越强 遇到的敌人也越来越厉害 为了不让火灵二受到伤害 十号对火灵二说 等我回来 带你看尽世间璀璨 可是火灵二还没等到哪一刻 就被安兰抓走 十号想要救她 却做不到 在结局的时候 火灵二不管生死 也要跟十号去上仓之上 那一句 既然已经错过了那么久 那无论多危险 也请带上我 我想与你同行 对此小伙伴们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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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